各位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明镜读书 今天我们在读书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美国之音 文章的标题是二十大之后中国特色的脱钩锻炼或将进一步的加速 文章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的中共二十大上 就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和安全释放出了一系列的强硬的信号 观察时警告表示 中国一直在执行自己的脱钩战略 二十大之后美中两国在科技和经济等些领域的脱钩 很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速 习近平在其二十大的报告当中 五次提到了科技自立自详 三次提到了需要提升供应链可靠韧性和安全 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创 以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 这些表述并未出现在他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的报告当中 文章说美国近年以来宣布了一系列制裁和出口的管制措施 旨在削弱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迅速崛起 就在这一次中共党代会召开前不久 美国再一次升级了对中国的芯片禁令 将新一批的中国公司列入了黑名单 其中包括了主导全球无人机市场的大疆创新等等 此外最新的消息表示 美国的禁令还有可能进一步的扩大到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软件等些领域 彭博社在星期四也就是十月二十号的时候 援引了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 报道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将技术禁令扩大到这两个新兴的技术领域 目前这一计划尚处在初步的设想阶段 文章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贸易专家爱德华奥尔登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和美国都在智力打造更加安全的供应链 都将减少对对方的依赖 而这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在急剧的加速 他认为这一次中共二十大和习近平的讲话 只会进一步的加速这一趋势 为美国公司提供中国业务咨询的哈里斯布里肯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 丹哈里斯表示 这一次中共的党代会将导致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脱钩加速 而不是放缓 他表示 他多年以来的经验是 两国一来一往经常会形成恶性循环 他说 每一次美国出台一些与中国脱钩的决策的时候 中国基本上都会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一些反应 他说任何时候一方做出什么事 另外一方都会做出反应 而这两件事一起导致了更快的脱钩 文章说 中国虽然从不使用脱钩一词 也坚决的表示反对脱钩 但是观察人士指出 两国的方式不同 中国一直在布局自己的脱钩战略 美国非盈利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的顾问委员会的麦克海指出 美国对中国的脱钩远远晚于中国 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这一切都始于20年前左右 当时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互联网公司 试图在中国获得市场的准入 他表示谷歌做了尝试 但是最后只能够放弃 他们基本上离开了 基本上全球互联网已经在中国被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封锁了20年 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表示 曾经很多美国人以为中国的金融服务市场对他们是开放的 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当然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但是这只是说说而已 今天外国金融服务在中国市场的脱钩状况 就像20年前一样 只有大概微不足道的1.5%到2%左右的市场是真正对外开放的 曾经长期在中国从事商业咨询的麦克海还举例表示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多年以来一直负责美联储的国际业务 该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曾经前往北京 与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对话等等 但是现在这基本上已经停止了 这是试图协调货币政策等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他表示这是一种脱钩的形式会带来非常多的后果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前不久的一篇研究报告表示 人们普遍强调了美国与中国的部分脱钩 但是北京的脱钩战略远比美国更加雄心勃勃 更加的全面 也绝不是对美国脱钩的回应 报告的作者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李表示 美国只是试图将其经济活动的某些方面与中国分开 而中国则试图主导亚洲经济的大部分地区 将亚洲经济的高科技高价值部分与美国脱钩 他最近在一次讨论会上举例表示 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一方面是为中国企业创造投资机会 但是更宏大的战略目标是确保所有的公路铁路港口的 电缆数字网络基础设施都在中国的各省开始和结束 他表示中国的双循环和中国制造2025等除了技术自给自足之外 还寻求在未来几十年之内控制整个制造过程 整个供应链和相关服务在最重要和更高行业的主导地位 对美国来说 这将意味着更大的排斥经济孤立 逐渐脱离和在欧亚大陆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系 文章表示 在全球出口产品贸易当中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 在绝大多数出口上具有优势 供应链呈现出了较强的韧性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 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供应链所面临严重的脆弱性 许多高端产品仍然高度的依赖进口 除了高端的芯片之外 航空及汽车发动机 医疗器械以及软件操作系统等 直接关系到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产品 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表示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脱钩是中国将重点从经济增长 转向经济控制的战略转变 为此 它正在追求三个关键的目标 第一 就是消除其在关键技术和产品上 对外国和公司的依赖 第二 就是促进本土企业在国内的主导地位 第三就是利用这种主导地位 提高全球竞争力 欧洲工业管理学院的全球领导力和战略学教授 斯托尔特布莱克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全球管理学教授 艾伦莫里森 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文章表示 他们对中国制造2025的分析表明 中国政府已经拨出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各种资金 来支持中国目前依赖外国公司的技术和产品的本土研发 这些金额当中还不包括用于支持当地冠军产品的补贴贷款和其他的援助 文章表示 美国的脱钩似乎基本上集中在科技创新领域 以出口管制等些措施来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 分析师表示 中国特色的脱钩则更加的隐晦范围更加的广泛 而且在这一次二十大上大有上升到事关中国的中心任务的高度 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是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政治鱼马 说从现在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是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最近整版解释什么是中国是现代化的文章当中表示 这是一条立足于中国本土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自己的道路 此外分析师还指出 中国的清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令中国脱离了和外界的人员的直接接触 哈里斯布里肯律师事务所的哈里斯表示 经济对北京来说很重要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更为重要 清零有助于政府对社会的管控 他表示清零将继续下去 它将导致许多公司离开中国加速脱钩竞争 无论美中脱钩如何进一步的加剧 分析师表示中国的脱钩绝不会包括美国要脱钩的高科技技术领域 甚至是要加紧挂钩 哈里斯表示他们是聪明人 他们知道中国需要来自西方的高科技 真正的高科技的东西他们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不满被切断 他们将努力的尽可能的获得尽可能多的技术 不久前一家极具影响力的半导体技术行业组织RASC-V基金会 为了躲避美国针对中国的制裁 将总部从美国迁移到了瑞士 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的 曾经获得国防部资金扶持的RASC-V技术 为第五代芯片构架精简指令级 其大道质检开源等特点 被认为有可能打破X86以及ARM构架的优势 赢得下一轮的架构之争 在ARM2019年对华为采取了措施之后 中国开始大力的支持RASC-V架构 RASC-V基金会总共有3000多名会员 来自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官方的资料显示 24名高级会员当中大多来自中国 其中包括了华为中心阿里巴巴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等等 目前这一负责监管诞生于美国 可能会主导未来物联网芯片构架设计新技术的总部 所在地现在已经脱离了美国 地平线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和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 艾米利·德拉·布鲁伊尔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中国消息人士非常坦白的承认 他们要增加中国对该组织的控制 减少美国的控制 布鲁伊尔在接受美国联网的采访时表示 VASKV对中国实现其半导体雄心来说 非常的重要 中国试图将这一技术与美国的系统拉开距离 他举例表示 就在几个月之前 甚至是一个月以前 有消息表示 一家名叫阿尔法波的公司 要收购一家美国的VASKV公司 阿尔法波投资方是中国一家专注于半导体核心技术投资的公司 智路资本 他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 这一次是中国试图间接的 但仍然是努力获得美国RASKV相关技术和影响它 布鲁伊尔表示 中国在国际体系当中寻求的 是他所称的不对称依赖 北京将继续努力确保世界其他地区依赖中国 同时试图加强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 文章表示 无论中共的这次二十大还是此前的一些重要的场合 中国领导人近年以来一直高调的强调民族伟大复兴 提倡自力更生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院的麦克海表示 在某种程度上 他怀疑中南海是否沉迷于又一个康钱盛世 重生再现 当时正值18世纪晚期和乔治华盛顿差不多的时代 极势辉煌之下的中国看上去一切都相当自给自足 他表示 如果你相信有些数字的话 有历史经济学家的出版物表示 乾隆中期中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30%到35% 按照现在来算的话 应该是18%左右 他说所以他认为那可能是习近平和他的搭档们 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 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表示 当时万国来朝 从冲绳缅甸和越南来的朝共者络绎不绝 欧洲人也涌向中国 想跟中国通商 造乾隆一口拒绝 称天朝 T行必及 无所不有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